1AMC第十九題 下列哪一個有關中波的描述是正確的呢 第一就是中波上所有粒子都是沿著波的傳送方向震動 這個是正確的 我們就說中波的粒子震動方向 是會與波傳送方向平衡 反過來橫波的兩個方向是垂直的 所以這個本身波傳送方向是平衡的 這個就是中波 如果橫波是粒子震動方向 和波傳送方向是垂直的 這一種就是橫波 上面那種就是中波 所以第一個是正確的 然後處於密部中心和梳部的粒子 是瞬間淨子 這個我們要溫回以下的一些重點 首先它們在一個震動中 它們是位於平衡位置的 為什麼叫做平衡位置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就拿回這個來做例 拿回這個來做例 如果這個粒子 它是震動的話 它會這樣左右這樣震動的 其實它就會衝過中間時最快 然後慢低 然後快 然後慢 然後快 然後慢 它其實在密部和梳部中心 它就位於平衡位置 而剛才我們提到 如果衝過中間的時候 它應該在整個過程中 是最高的 然後如果在震幅的粒子 就相反了 它的速率應該是瞬間淨子 即是它是去到盡頭的時候 它就是瞬間淨子 Momentary at rest 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錯了 如果在密部和梳部中心的時候 應該是速率最高 應該是速率最高才對 然後中波裡面的所有粒子 都是相同震幅 這個是對的 因為呢 只要你不是註波 其實每粒粒子 都有機會 左右擺動 去到它自己的震幅的可能 所以這題的答案 就是Boy